她是继李嘉欣之后的最美刚姐,曾受到TVB的重点培养,明明前途光明的她却有着一颗恋爱呢,一步步把自己的口碑作梅了。 就在大家以为她会跟许多女星一样嫁入豪门时,在社交媒体宣告了她与河南穷小伙结婚的消息,顿时舆论沸沸扬扬。 如今十余年过去了,他们的生活过得怎么样,而她有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。 这位被称为李嘉欣接班人的就是郭谢妮。 1999年,郭谢妮在朋友的催促下,报名参加了香港小姐。 本想着走过场的她,一出现便引来了众多的关注的目光。 不出意外,郭谢妮一路顺利的获得了香港小姐的桂冠,还一并拿下了最上进小姐等多项奖。 风投震望的郭谢妮在隔年代表了香港参加了国际华裔小姐。 已久夺得了冠军。 此刻鲜花掌声都属于她一人。 而郭谢妮也成为了自李嘉欣后的第二个双料冠军。 风光无限的她很快就收到了TVB的注意。 当TVB向郭谢妮抛出橄榄枝时,说不惊讶其实是假的。 虽然她从来没有接触过影视行业, 但享受万众瞩目感觉的她决定一事。 于是郭谢妮就签约了TVB,正式迈入了演艺圈。 2002年,洛生导演组找到了郭谢妮,邀请她出演《郭桓》。 虽然是个反派角色,但让观众看到了她的突破, 把坏人演得活灵活现。 通过这部剧,郭谢妮也迎来了事业的爆火。 就在所有人以为她将会成为影后时, 她一次次因为爱情跌落了下来。 郭谢妮多次与别人传出绯闻, 其中甚至包括有妇之夫, 这也让她背负上了插足别人家庭的小三罪名。 但被爱情冲昏头脑的郭谢妮哪管这些, 一心以为自己找到了真爱, 不想别人拆散她们这对苦命鸳鸯。 2003年,郭谢妮在拍摄《牛郎之女》时, 与花花公子温兆伦结缘。 她认识了这个美丽的女子, 很快就对她展开了猛烈的追求。 没过多久,郭谢妮就被温兆伦俘获了少女心, 在媒体面前不顾公司反对, 承认了这段恋情。 一个是情场高手, 一个是绯闻女王。 对于这两人的结合, 大众纷纷叫好, 表示让她们互相纠缠, 别去霍霍其他人了。 刚在一起时, 比郭谢妮大11岁的温兆伦, 处处照顾着她。 拍大夜戏时, 温兆伦也会主动前来陪着她, 给她带吃的。 就在大家以为这位浪子终于要回头时, 现实却给了郭谢妮一个耳光。 这段恋情持续了一两年, 她就得知了温兆伦又在我们和别人的女人游人。 于是郭谢妮才幡然醒悟, 向温兆伦提出了分手。 这段不被看好的恋情也就宣告结束了。 但很显然郭谢妮从没有从这段失败的恋情中吸取教训。 2007年的她又开始了新一段的恋情, 不同的是那个男人已经有了老婆。 陶大宇在当时已经与妻子度过了第七个年头, 在外人看来他们是模范夫妻, 可她并没有表面上看上去的那样专一。 在拍摄《雪景出根》时, 陶大宇和郭谢妮陷入了热恋。 对于男方的家世, 她也是丝毫不在意, 毅然想要和她在一起。 陶大宇看到一个女子尽心甘情愿陪在自己身边, 也想给郭谢妮一个名分, 就回家向妻子提出了离婚。 气氛的妻子向媒体控诉了这对不被世俗认同的男女, 一时间头条霸占了榜首, 两人的心围传得沸沸扬扬, 遭到了众人的谩骂。 毫无意外, 郭谢妮的事业开始走起了下坡路, 大家都叫她为狐妮, 而两人的感情也很快就破裂了。 在爱情上不如意的郭谢妮, 选择拯救自己节节派退的事业, 她把目光投向了大陆。 在拍摄《公所新月》时, 郭谢妮有着一些动作戏, 因此需要武术老师的指导。 当时谁也没料的, 一路上爱情都遭受挫折的郭谢妮, 在这部剧中认识了现在的老公, 至今两人感情都很好。 在剧组, 武术指导朱少杰会耐心温柔地指导郭谢妮的动作。 几个月的相处过程中, 他们就坠入了爱河。 与前几人不同的是, 朱少杰为人忠厚老师, 也很有上进心。 虽然现在的她比不上名气大的郭谢妮, 但为了女友, 她愿意努力。 见朱少杰如此, 郭谢妮也更加确信了, 这一次她终于找到了那个值得托付一身的男人了。 郭谢妮曾询问过朱少杰, 你会不会在意我的过去? 而朱少杰很真诚地回答, 我在意的是你的为人, 不会听信外界的流言蜚语, 我相信我的感觉。 两人就这样一直甜甜蜜蜜地在一起, 要说没有争吵是不可能的。 但朱少杰会主动找个台阶, 向郭谢妮道歉, 她也自然会选择原料。 朱少杰和郭谢妮从来不避讳狗仔地偷拍, 一直大大方方地陪着她逛街, 看电影等, 被媒体询问就承认, 而郭谢妮的感情生活一直被外界关注着, 一经爆出, 人们纷纷好奇对方的身份。 但令吃光群众震惊的是, 对方就是一个普通的河南小伙, 小时候在少林寺学过武功, 现任片场的无数指导。 对于这段女强男弱的恋情, 外界大多表示不看好, 觉得那个男人就是吃软饭的, 想靠着郭谢妮过好日子。 生活是自己的, 让别人去说吧, 两人不惧外界的质疑声, 一如平常的在一起相处着。 感情越来越好的两人把各自介绍给了对方的父母, 他们见到了这个女婿时都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 郭谢妮来到朱少杰老家时, 更是自掏腰包, 给婆婆家整体改造了一番。 2011年, 郭谢妮还是那个可以为了爱情奋不顾身的女人, 她选择嫁给了这个穷小子朱少杰。 婚后的郭谢妮一直被朱少杰宠爱着, 把她像公主一样对待。 很快两人就迎来了他们爱情的结晶, 对于这个小女儿的到来, 可以说是上天给这对经历重重考验的夫妻俩的礼物, 自幼就在爱中成长。 与此同时, 朱少杰的事业也逐渐有了起色, 如今已经成为了一名导演, 有了许多知名的影视剧作品。 要说起朱少杰最满意的, 还是她的第一部戏, 里面邀请了妻子担任自己的女主角。 从此, 郭谢妮就把自己的重心转移到了家庭上, 因为是单亲家庭出身, 她更在意孩子的成长上, 选择牺牲时间来陪伴她的每一阶段。 朱少杰知道妻子的想法, 即便自己工作再忙, 也会抽出时间来陪母女聊。 眼看着女儿一天天长大, 丈夫也支持并鼓励郭谢妮继续自己热爱的事业。 于是2020年的她再一次回归了大一幕, 如今一家三口依旧甜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, 郭谢妮也觉得嫁给朱少杰是她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。 世界上最幸福的事, 就是你发现你爱着的人恰好也爱着你。 虽然郭谢妮这一路走来遇到很多飞人, 但好在她找到了那个真正爱她的人。 而这对不被看好的夫妻, 也在日积月累中打破了外人的偏见, 让他们知道自己过得有多么美满。